各家金融股表现优异 价差甚至高于配息的额度 应该是要参加配息还是做价差呢 我会认为说你要先确定自己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人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资理财家 我是新生报道编号0CE2的路边 今年上半年各家金融股表现优异 价差甚至高于配息的额度 那么小资族如果想入手金融股 该如何选择好的标的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ETF投资学院创办人李伯峰老师 来为大家解答 首先要先请问老师 金融股表现这么好 应该是要参加配息还是做价差呢 好小资理财家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风哥 那在这边呢我会认为说你要先确定自己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人 有一些投资人呢他现在很年轻 然后还在累积资产的状态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希望自己的资产是长期稳定成长的 那他领到配息呢反而会变成他众合所得税里面 还要缴更多的税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投资人就不应该去在乎说配息的东西 那他也许就是做赚加差或是去透过定期定额累积资产的方式 然后领到配息之后一定要再投入 那他才会是复理成长的方式 可是有另外一群投资人他也许四五十岁了 然后这时候他不再是以累积资产为主要目的 他可能这个时候资产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 开始喜欢从里面去提领一些钱来用 不管是吃大餐啊或是出国旅游之类的 甚至已经退休之后他会领这些资产 希望这些资产可以帮他增加配息 然后他领这些配息来当自己的生活费 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就是这些人会以领配息为主 所以不同的投资人他的需要的方式的确就是会不一样 那这两种目标呢在投资上面他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方式 诶那如果小资组想要定期存股 在目前金融股如此高价的状况下适合进场投资吗 如果是想要存股的投资人 那其实应该要先确定的是自己存股的这个标的 他的获利模式到底是什么 那以金融股来讲他可能有两个主要的获利模式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看这些银行或是这些保险业 他都会贩卖金融商品嘛 那这个贩卖金融商品他就可以因此而获利 例如说银行他会销售基金销售保单 然后就会有手续费的收入 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你如果看到整个市场持续往上涨 大家对于投资越来越有兴趣 那开股数一直增加 你可能就会意识到说金融股不管是证券或是银行 他可能获利也会跟着成长 他卖基金就会变得很好卖 那如果是券商的话 大家一直去那个交易股票 他也会赚很多的手续费 所以你就可以预想说这些金融业 可能就会有不错的获利表现 你这个时候去存他的股票 当然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他怎么获利呢 例如说你会想要定存 那你可能定存的时候他会给你0.8%的利息 然后你就存了100万进去 可是这100万银行拿走之后 他会留一部分去做安闲的避险 可是还有一部分他会把它贷款出去 例如说你可能也想买房子 这个时候你就会去跟银行说我要贷款 那也许就带走了100万 可是这个贷款的利息 他绝对不会是用0.8% 他一定会是例如说用1.3%甚至是1.8%的利息 贷款出去 所以中间的这个利差就是银行所赚取的这个利润 那你就会发现说当利息越高的时候 其实银行赚的钱就更多 但是现在其实是世界上就是史上最低利的一个情况 就是定存利息才0.8%而已 所以银行要靠这个利差赚钱说实在的不容易 那你如果发现说你投资的这个金融股 他其实靠利差为主去赚钱的 那可能现在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时机 可是你如果看到说明年或是后年开始升息了 包括美国开始升息也许台湾也有机会跟着一起升息 赚利差的这个机会就变高了 所以他就可以靠吸收存款 然后贷款出去赚这个利差的价格 那这个就是投资这种金融股的一个好的时机 我们常常会听到定存不如买金融股 但是高值利率真的能作为存钱的主力吗 高值利率他有很多的前提假设 所以并不是说他是唯一一个指标 那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其实你还是要去跟大盘指数相比一下 例如说过去几年大盘指数 他提供的这个报酬率其实是100%多的 可是你如果来看金融保险的这个指数 他的总报酬其实才90%而已 所以你如果要看总报酬的话 不管是说你觉得他值利率再高 你实际拿到手的这个总报酬就是比较低啊 所以你如果真的很在乎总报酬的话 那也许加权指数或是其他的指数 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投资标的 所以还是看你在乎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在乎那个总报酬 就是你最终拿到手的包括利息 以及包括那个价差的这个总报酬 那你可以说我只在乎值利率的部分 那就可以去存你认为值利率比较高的这些股票 可是你如果在乎总报酬的话 也许你要考量更多的因素 那这些其实会建议大家 你在投资的时候不要只相信说 值利率很高这件事情 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值利率为什么很高 通常是因为这家公司赚钱之后 他其实不投资自己 例如说他不会买厂房设备啊 或者是让自己的员工加薪 所以他把大部分赚来的钱都还给了股东 那我们股东当然领这些配息领的很爽嘛 可是问题在于说那这样这一家公司 他其实股价上面或是未来的这个营收成长上面 就没什么希望了 没什么未来性可以了 所以你要很确定的是说 你只希望他一直配息给你 还是你也希望这家公司可以长期稳定成长 那你也可以身为股东 然后参与在其中 所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那你要确定说你要的是哪一种 听老师讲的这么多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想问 如果小资组想要投资金融股 老师会怎么建议他们投资呢 如果你有自己很喜欢的公司 例如说你觉得某某金控或是某某银行 你就是长久跟他办信用卡或是存款 然后觉得这一家公司的服务很好 那你也觉得这家公司很赚钱 你当然可以去慢慢存这一家公司的股票 一张两张慢慢存 存到一百张两百张也都很OK 但是你如果觉得单一一家公司 不管他是台积电或是Apple 就算是这么好的公司 你都觉得单一一家公司 其实风险太大你想要分散风险 那其实你可以透过金融的ETF来去持有 那金融的ETF呢就是 他不是由经理人去选股或是去折食的 就是他这一篮子全部都是金融股 那金融股会有相同的特性嘛 他会同涨同跌 在升息的时候金融股的表现就会很好 因为他可以透过利差来赚到更多的钱 或是在股市表现好的时候 他们也都可以赚到更多的手续费 他其实几乎都是同涨同跌的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 就算有一家银行或是有一家保险 他可能情况不怎么好 他也许单一一家公司陷入危机了 可是因为你分散投资了 那你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所以我还是建议 你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偏好的公司 你还不如用ETF来去持有金融股就可以了 看来投资金融股 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投资心态 才能让资产稳定成长喔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喜欢小资理财家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追踪我们的IG 还有订阅官方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继续锁定小资理财家喔 我是路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看完今天的节目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 想要快乐理财 节目记得多看几遍 订阅订起来